对于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群众而言 一般认为土著既等同于马来人 而更深层次的理解 则会将土著涵盖东马沙巴和沙拉越的原住民 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土著一词的马来语字面意思 直译过来就是大地之子的意思 更准确的说 事实上所有出生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的人 都是马来西亚的大地之子 不过话虽如此说 在马来西亚的大地之子 当今马来西亚社会很明显并非如此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公民 也并不一定拥有大地之子的身份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切都与我们今天的主题 土著特权离不开关系 作为一个多元民族社会国家 马来西亚是少数且非常罕见的 以法律形式将特定族群的特权固定下来的国家 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的现象 而这样的情况在上星期的国会 也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的没错 有关土著特权的议程又再一次的在马来西亚国会被提起 事实上自马来西亚成立以来 几乎每一年政府都会颁布各种不同形式的土著特权政策 而几乎所有土著特权政策的颁布 一切都是建立在如华人比土著富裕 土著拥有比其他族群更多的贫困人口等的论点之上 如最新发布的第十二大马计划中 政府就是基于土著依然是大马最贫困的族群 所以就推动更为广阔的土著股权安全网架构等一系列 与土著特权离不开关系的政策 在土著特权议程 在马来西亚闹到满城风雨之际 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大家 我们又是否真正的了解过什么是土著特权 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平行空间 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一个看似非常敏感 但却又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土著特权 这到底是一个存在于马来西亚社会中的不成文规定 又或者是民文规定的宪法条文呢 土著特权实际上是被写进联邦宪法中的一个法定条文 在联邦宪法第153条文中写道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和沙拉越原住民的特殊地位 而监女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一般来说最高元首的责任就是国家本身的责任 所以履行宪法153条文也就是保护土著特别地位的责任 就落在了政府的身上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历届政府都颁布了不少政策来迎合这样的一个规定 如土著在公共服务机构 商业执照 奖学金与教育领域 甚至是在上市公司中都会获得特定的固打名额 就如刚刚所提到的这在一个多元民族国家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那究竟土著特权为什么会被写进宪法条文里呢 难道纯粹是因为土著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而这一切我们都得从英殖民时期的马来半岛历史开始说起 原本的马来半岛主要居住着马来人 并一直维持着传统且落后的马来社会形态 但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后 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英国便大量引进了外来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空缺 而英国殖民者在马来半岛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 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的华人与印度人移民的涌入 迅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有的种族架构 使马来半岛成为了人口比例大致相等为主体的多元种族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虽然马来人和华人两族人口比例大致相等 但由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不同 所以也存在着种族不和甚至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底下 英国颁布的分而治之殖民政策 就是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分而治之政策 顾米思义就是把各族分开来管理 对各族都采取完全截然不同的政策 让各族能够为英国的经济利益服务 首先 监于华人和印度人 能够为英国提供他们最需要的税收和劳力资源 所以英国就放手 让他们参与到马来半岛的经济开发活动 而由于当时大部分的马来人口都是农民 没有技术之余 他们也都不愿意离开 他们常年居住的农村地区工作 所以英国政府就把大部分马来人 孤立在农村地区内 割断了他们与现代经济部门的联系 但同一时间 为了应对马来人被排挤在主体经济外的不满情绪 致命政府便借口保护马来人的利益 给予了马来人只适用于农村地区的特殊地位 并规划大片农村保留地给他们 英国人这样一个不以为意的政策 也就是当今土著特权思想最早可追溯的思想依据 英国人把马来人鼓励在经济体系外的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之后 不但没有帮助到马来人融入社会 反而更进一步把他们鼓励在马来半岛的经济体系外 让马来人开始产生了满满的危机感 而这样的情况随着马来亚联邦的成立后更为明显 并彻底引爆了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马来亚联邦是由当时英国为了整合殖民地资源 所策划的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 这个政治体系并没有赋予伊斯兰教和马来语任何特别的地位 并且让所有在马来半岛出生 或已居住在马来亚十年的各族人民自动获得公民权 从刚刚分析的历史层面来看 马来人早在英国殖民前期就因为被排除在经济体系外 而开始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 因此这样一个建立在多元民族社会基础上的马来亚联邦 很自然也获得了马来人社会的强烈反对 而在今天致力于维护土著特权的巫统 正是在当时马来人社会这种时代背景下而诞生的产物 巫统是由一群新生代马来政治精英所成立的政党 巫统当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马来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巫统主导的这种思想很快就获得了马来半岛几乎所有马来人的支持 逐渐壮大的巫统在后来也成为了马来亚争取独立的中间力量 领导了整个和英国独立谈判的过程 这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马来人 当然也希望自己乃至他们的后辈 不会再受到前辈们般的不公平待遇 期望在独立之后自己的民族利益可以得到保障 因此在争取马来亚独立的谈判过程中 他们也积极争取在新的宪法中设立马来人的特别地位以及特权 这也就是当今宪法153条文的由来 所以透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能够看到联邦宪法153条文 是由马来民族历史结构性问题所确立的条文 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 这一点是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必须了解的历史事实 因为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 而这样的历史其实也印证了宪法153条文确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相信大家都知道 随着时间的流失 我们可以看到当今政府在宪法153条文下所颁布的各种政策 其实已经逐渐导致这个宪法条文严重变质 更为严重的说甚至也有为建国先辈们设立这个宪法条文的精神所在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今天的马来西亚社会 我们站在一个宪法的角度来好好剖析当今政府所提倡的土著特权政策 就如刚刚提到的土著特权是被写进宪法的条文 第153条文的第一节就是禅明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和沙拉越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 但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往往会忽略或选择性忽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句 那就是以及其他社群的合法权益 以及更为重要的第七节条文 不得因本条而剥夺或授权剥夺任何人已获得享有或持有的任何权利 特权许可证或执照 在宪法153条文下 政府实际上是被赋予双重的责任 维护土著特权地位确实是他们的责任 但这一切都是得建立在不剥夺其他族群权利的基础之上 任何有为上诉原则的政策实际上都可以被视为违宪 而这也是宪法153条文的生存意义所在 那回到来看当今政府所制定的各种政策 无论是最新颁布的货运代理公司 必须将土著股权提升至51百分比的政策 又或者是更早之前颁布的大学名额固打制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这些政策又是否有体现了宪法153条文的真正精神意义所在呢 历届政府又是否有领悟到建国先辈的用心良苦 在马来西亚我们并不能互视土著群体因着历史原因所导致的结构性贫穷和落后问题 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即便是非土著也应该期望着土著群体的进步和成长 这是马来西亚共同繁荣的基石 而宪法153条文在一定程度确实是能够确保马来西亚能够达到上述情况的宪法条文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一个极度有远见的宪法条文 建国之初建国先辈们给予历史的原因 希望能够保护土著在这片土地的应有权益 这无可厚非 但他们也知道政府是绝对不能以剥夺其他族群的权益来提升土著的地位 剥削非土著的权利去服务土著的政策 这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更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表现 建国先辈们制线时期这样的远见是值得所有马来西亚人敬佩的 而这样的精神正是当今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所缺乏的 扶弱政策并非零和游戏 并不应该以牺牲非土著的权利换来土著地位的提升 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更公平的发展和建设这个国家 增加国家的经济体量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提升土著社会经济地位的目标 相信这样的马来西亚才是人民真正的期望看到的马来西亚 这样的马来西亚才值得拥有更灿烂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